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片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 《神探夏洛克》第二季03 转符合莫娘的终极对决 这集又叫做《来星巴赫坠落》 可以说整个第二季里面最惊险刺激的一集 而且这种紧张的威胁是来自于夏洛克本身 因为夏洛克福尔摩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之中 影片的一开头,夏洛克和华生都成了名人 因为夏洛克接连的破获了巨大的案件 所以他被称作天才侦探 而他的死对头莫尔阿提也出狱了 果然伴随着莫尔阿提的出狱 他们的对决正式上演 莫尔阿提一开始跑去破解了博物馆的密码 然后还带着王冠披着袍子等警察去抓他 但是他并不惧怕 因为他知道以自己的智慧可以脱罪 他似乎很享受这种操控一切的王者般的感觉 莫尔阿提在案件开始之前就已经威胁了陪审团的家人们 所以为了家人陪审团也要判他无罪 后来他来到了夏洛克的家中 抛出了终极密码这个重要线索 也是整部影片中最重要的一个谜题 可以说整个片子里所有的人 都是为了这个终极密码奋不顾身 夏洛克的哥哥麦考夫 甚至为了终极密码 把夏洛克生平的所有事情都透露给了莫尔阿提 也因此莫尔阿提才能诬陷夏洛克 说他自导自演了所有案件 是一个假英雄 看到这里也是相当的憋心 很着急的希望夏洛克可以快一点翻案 莫尔阿提还说自己只是夏洛克 请来假装成他死对头的人 这个演技也可以给他满分 那个颓废的半相和鸡窝头也是没谁了 只是似乎这场对决越来越走向疯狂 夏洛克和莫尔阿提最终在天台上有一段对决 其实并没有什么终极密码 一切都只是莫尔阿提的阴谋 所有的人包括夏洛克的哥哥麦考夫 他们费尽心机想得到的不过是一场空 莫尔阿提之所以可以神乎其神 实际上只是有内部的沿线在帮助他操作而已 夏洛克到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很冷静的分析 他觉得自己一定可以脱罪 只要莫尔阿提还活着 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想不到的是 莫尔阿提竟然在夏洛克说完这些话之后 立刻屯枪自杀 害人害到不惜把自己也杀死 却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想要解决所有的事情 并且救下被狙击的华生 夏洛克必须做出某些选择 是的他选择了跳楼自杀 当他从天台上跳下的那一刻 所有人还是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尸体在大街上被发现了 血液蔓延在街道上 华生深深的凝望着墓碑 这感觉真是凄凉 不过就在华生离开后 有人偷偷的看着墓碑 是的夏洛克并没有死 他还在暗中观察着自己的目的 夏洛克到底是怎样伪装了自己的死亡 这又成了本季结尾抛给我们的巨大谜题 而且夏洛克究竟要怎样为自己脱罪 如何向世人证明他并不是一个骗子 这也让我们对于下一集多了更多的期待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